帮这位妈妈做了她的makeover的时候 你的灵感是怎么找到你的灵感 这一次的帮这位妈妈改变这个灵感 通常领导首先会先看这个妈妈的肤色、眼型、她的头发 我们需要怎么去改 然后刚才看到妈妈的头发 因为她的尾巴是很闪的 然后又虽然她曾经染过很多次的黑色头发 只是我是建议所有的妈妈不要每次染太黑的颜色 因为太黑的颜色会令到你的肤色看起来是很沉的 很没有气色的 或者会看到整个人会更加凶起来 反而你染纤一点点的颜色 然后又可以盖到你的白发的话 那反而会看到你的颜色戴起来会比较有光脂一点 然后调一点就少的调了下去的话 整个发型的城市感都会看到得比较好看 所以我会建议所有的妈妈们 大胆去尝试一下 不要在这里保守 因为现在的年代的 不只是年轻人可以去玩卡了 其实在妈妈身上里面 你们也是可以去跟着潮流来走 而只是你的潮流 而不是一定要跟着年轻人的 去夸张的颜色 你可以用你的个性把你的自己想要的东西带出来 那我现在今天就把这个妈妈的所有东西 就是我把它的肤色带起来 我把它精神带出来 我是想要做的就是这一点 让她整个人是看到很有气色很有精神感 我们就会做到一些小胆托软的大胆托软的小胆托软 我们ys的这种子摘软的这种太胆托软的大胆托软 一来很放在这个小胆托软